各位早晨 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 昨天美聯署宣布議息會議的結果 為了應對新官肺炎對經濟的影響 美聯署預計至少在2023年底前不會加息 表示直到通脹的一段時間 通脹在這段時間內超過2%之前 都不會收緊政策 預計接下來這幾年都不加息 其實對股金應該是一個利好 不過他們裏面的講話都比較偏向淡風 有少許令股市輕微受挫 但不算太嚴重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看看你持有哪些股份 一些股份仍然在繼續升 都可以繼續持有的 港股的話今早就跌了 低開49點 恆指開佈24,676點 現時就跌超過200點 就去到24,500的位置那裏徘徊 其實現在下方的看著支持位 都是24,300 都會有 未必一定可以繼續支持得住 都不期的 港股其實近期大股的話 都是比較偏弱些 今天看到整體科技股都出現輕微回套 最強勢的就是石1211比亞迪 現在正在升2.5% 因為昨天就晉晰晉升紅底 昨天還有說可以加和買 看到今天如果再有問可不可以買 就真的看看情況先 如果是100元邊的位置都可以買 但如果再升太多才想買 就不要高追著 其實看好現在環球的電動車 整個板塊都會繼續跑贏大試 謝謝大家